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们 准时收看《音乐有爱》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请到了音乐人陆嘉欣 经过了十一年的等待 他终于推出了第二张的个人专辑 我觉得音乐人是永不放弃的 不管时间多久 能够出唱片 能够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 我想这是一种幸福 非常欢迎你来节目当中 谢谢你们 你们好 大家好 是这样吗 心脏像脑中在滴答滴答 就没了吗 你不作答 没收的电话 要闪吗 原来坚持并非美的 有时更想惩罚 心里伤了我们 对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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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不下 就没没有答案 宁可你只是会回首 要回来爱爱爱 我怎么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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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好捨不得放 人變了 心變了 再痛也是想 嘉欣是不是跟我們談談 隔了十一年才發行你的第二張專輯 它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嗎 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我覺得是幸福的事 因為其實十一年聽起來很久 可是我也並不是空著在等這十一年的 就是這十一年間我其實做了很多事 我演了電視電影 然後演了舞台劇 那其實對我來說到這個時候發片 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就是就剛好有這個機會 然後我的狀態也成熟了 然後現在再出來跟大家見面 是 嘉欣其實你剛剛開始接觸 音樂這條路是陪姐姐去試飲 所以其實你對於音樂是有夢想的 是啊 我就是那種小時候就是 一直唱歌的人 就是我就算連那種 我在賴床啊 然後就是起不來 我就會躺在床上唱歌 就是我就是非常愛唱歌那種人 然後但是其實一直沒有想 應該說就沒有明星夢囉 就沒有想太多 那正好這是有一個因緣際會 就是那種故事陪姐姐去試音 然後其實那一天就是 所有的人都唱完了 然後就還剩一點時間 然後那個製作人余光中就說 欸 那妹妹坐在那裡 妹妹要不要來唱一首 然後我就說喔好啊 然後她就說欸唱什麼 那因為剛剛有人唱了 林依蓮的傷痕 那她就說那你會不會唱這首歌 你就唱看看這首歌好了 然後那一次就是結果只有我是中選的 然後就開啟我的音樂之路 對 所以這是五星插流 對啊 可是音樂錄其實並不是這麼的順遂 那反而是你的這個表演工作 是一路順風 你覺得這樣子的音緣機會 你怎麼去看待這個音緣呢 其實到了現在 我真的覺得這一切都是緣分 那那個時候公司有一些狀況 那我覺得那就是緣分味道 那也因為這個唱歌的緣分味道 然後就開啟了我演戲的緣分 然後我也從演戲 我從一開始演戲 我不知道我幹嘛要演戲 然後新人就一直被導演罵 是 對 然後就是到慢慢的 你接觸到一些專業的演員 你接觸到一些很有熱誠的工作人員 你就慢慢的越來越對演戲的工作 也產生使命感 那有了使命感你就會喜歡它 你喜歡它你就會用心 你就會得到成就感 然後慢慢的就也喜歡上次的工作 然後現在繞了一圈回來 就可以唱歌 我覺得很圓滿 是 像不同的不相信夢 看不到的就當風競心爽 電話響了你不見嗎 看面對的就面對吧 原來堅持並非美的 有時更像懲罰 心裡想罵我們對愛愛愛愛愛 放不下就妹妹有答案 寧可你只是會回首 不要回來 我怎麼愛成了這樣 你怎麼為難成那樣 多想念曾有的傻傻的好 不忘懷處多想 我怎麼愛成了這樣 你何必要捨不得放 人變了 心變了 再討厭是傷 從前我們哭 是爭吵後的愛 現在我們哭 是懂了什麼叫做回頭 是安 怎麼會這樣 當愛再也不能成長 不如用力撤下那些夢想 對誰都不願望 我怎麼愛成了這樣 你何必要捨不得放 人變了 心變了 越脫越傻 我怎麼愛成了這樣 你怎麼為難成那樣 多想念曾有的 不忘懷處多想 怎麼愛成了這樣 你何必要捨不得放 人變了 心變了 再討厭是傷 好累 你要不要談談這張專輯 幸福前進吧 幸福是什麼 你在這張專輯裡面 想要表達的 想要詮釋的 我還滿感動的 你講到說其實幸福 有一句話就是說 和真實的自我能夠相遇 我覺得這真是幸福的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 在這張專輯裡面 你如何表現真實自我的內心世界 如何去探索未知 我其實最想告訴大家的是 勇敢的精神 就是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在說 正能量正能量 正能量是要去追求的 然後是要去經驗你的人生 去無存經之後 你才會得到那個東西 而且你得到那個東西之後 你也不能停止你的努力 你必須繼續繼續繼續的努力 去把那個正能量 像是一個封存的過程 那我其實想要傳達就是這些 就是 就到現在這麼多年 然後可以再發片 我真的覺得 實現自我的路 是真的沒有捷徑 但是 每一步路也絕對不會是白走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勇敢 是 是 這張專輯裡面還有清風幫你寫的 量身打造的 讓我繼續唱 你可以談談就是說 好朋友 那麼為你的這個狀況 而且非常了解你 去寫下你的心情 然後這麼好的作品 特別跟我們談談你的心情 好 希望我今天不會哭 每次講到這個都很想哭 因為清風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幾年前我們曾經是室友 然後那時候 他就問我有沒有發片的計畫 我說暫時沒有 他就說 我寫了一首歌給你喔 然後我說真的假的 他說對 這首歌超好聽的 我甚至要藏起來 不能讓我的老闆聽到 不然我的老闆應該想要把它拿走 對 然後我就說真的假的 我就一直想聽 他就一直不讓我聽 然後我心裡想說 該不會是騙人的吧 對 然後結果 就這麼一直過了 也有五年了吧 然後一直到去年 我就跟清風講說 我好像有機會可以發片囉 他說 那我就把我的歌給你 然後他當天晚上 就寄了這首歌的demo帶給我 然後裡面詞曲 完全是為我量身打造的 然後我當時就 我們是在電腦打字 我就說我聽不到很好聽 謝謝 可是我就是已經淚流滿面 就是 人生有這樣一個好朋友 我覺得是 真的是 無憾 嗯 從前的我 你有影響嗎 洗流海長髮 在風中飄揚 奇卻單純 像是沒有明天 但大聲唱 這黑色的天 你不懂的夜 有什麼的還在你身邊 當我不能飛 我還有音樂 不怕等待一直今天 對 沙拉拉拉拉拉拉拉 我又繼續唱 沙拉拉拉拉拉拉 用我乘風的力量 這首歌裡面 一開始就很打動人 過去的我 你有印象嗎 對 對 一寫到這句話 我就覺得清風是真的懂你 對 是真的懂我 並且真的關心我 而且支持你 你覺得這一首詞當中 最打動你的歌詞是哪一段 第二段歌詞有一個 現在的我還是一樣吧 但不同的是因為際遇更堅強 那我看到這個時候很感動 現在的我還是一樣吧 但不同的是 因為際遇更堅強 就算我只剩下一首歌 讓我唱完它 這黑色的天 你不懂的夜 有什麼的還在你身邊 當我不能飛 我還有音樂 不怕等待一直到今天 沙拉拉拉拉拉拉拉 讓我繼續唱 沙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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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過一天 一年又一年 你是否曾想起我的臉 你給的讚美 你給的安慰 讓我夢想一直沒改變 沙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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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繼續唱 沙拉拉拉拉拉拉 別將我遺忘 沙拉拉拉拉拉拉拉 我會一直唱 沙拉拉拉拉拉拉 你給我 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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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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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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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继续唱 事实上你的确在这个世纪年里面 你要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 而且这些部分其实 大部分都不是直接跟音乐有关 但是你就是很坚强地去面对它 对啊 我其实就是随缘咯 然后尽量去 我觉得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要面对这个演艺圈 其实是很不容易 你可以谈这十几年 你的生活里面 其实我觉得演戏是很有养分 对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学习到很多很多 跟音乐虽然看起来没有关系 但是却是有帮助的 那么尤其是像 非常林依华的这一次的演出 其实也是跟音乐有关 你可以谈这两年 其实很辛苦的过程 但是却很有营养 对 这两年太辛苦了 就是辛苦的是心理的部分 因为我去演这个舞台剧 也是缘分 那其实里面所有的演员 都是专业科班出身的 只有我不是 那科班出身的演员 其实他们 尤其在舞台剧 这个表演领域里面 他们是差很多 就是连肢体的训练 他们一站上台 就是只是站着 就比我好看 对 那个东西 我一开始其实 而且我本来的肢体就是不好 我也不会跳舞什么的 就是协调性不太好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 然后很紧张 但是真的幸好 我碰上一群很好的团友 然后我碰上导演 然后我们的编舞老师 他们真的都是我心目中 很棒很棒的艺术家 我这两年学到的事情就是 因为走了十几个城市 已经演了105场 我学到的第一个事情是 我们在表演的时候 其实是要尊重台下的观众 是互相尊重的 所谓表演其实是 因为舞台剧是现场 就不是我一个人 在展示我的技能 其实我觉得是互相的 然后要尊重台下的观众 要跟观众有同理心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的这两年的老师们 告诉我的就是 要相信这世界上每一个人 就是都有他的独特性 就算我的肢体不好 可是那个不协调的感觉 也只有我是做得出来的 然后他们就是 就是慢慢地一步一步 建立我的自信心 然后到现在 我已经不会害怕地 做出一些很丑陋的动作 对啊 三个月 百分之九九的你属于我 剩下的实在已经不多 剩下的实在已经不多 可是我却隐悦跃觉得失落 有什麼事你不告訴我 不必等全世界都不怕我 我感覺哪裡不對卻說不出口 沒有力氣再問你 你會說服我 好像都是我的錯 我不應該想太多 反覆的夢 黑色天空 在你懷著我 睡的人空 我說不出話 那不是我 你卻都聽不見 我的心痛 我散佛的夢 黑色天空 你的浪漫 從燈都不再屬於我 你陪著我 其實卻不斷逃走 你是留給我 黑色天空 你就是開始慢慢接納自我 然後也接納自己與眾不同的特質 對 你在這麼多年的演藝表演工作當中 也藉著這個表演去發現自己和別人不同的氣質 對 不同的性格 也因為你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所以也開發出很多對自己一些不同的一些 多元的一些了解 對 就是真的也學到就是 但是也要夠尊重自己 才可以帶給別人有誠意的表演 其實我滿訝異的 我以為你演了那麼多的戲劇以後 去演舞台劇是相輔相成可以架輕就熟 沒想到這麼辛苦 真的完全不一樣 而且你要演女主角 所以那個在台上的那個表現是要很吃重的 對 然後我覺得那個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自信 因為她把我放到那個角色就代表我適合 我是很像林黛玉 是的 那既然就是一個這麼有經驗的導演都覺得 都相信我覺得我是林黛玉 我何不就相信我自己呢 那我覺得當自己相信自己 然後那個氣場是對的時候 其實在台上你做什麼都會是對的 就是不要想那麼多的話 因為我本來是一個想很多 然後很謹慎的一個人 不過我覺得唱歌的確是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我也很好奇 你現在還會賴床的時候還在唱歌嗎 還是會喔 對 我曾經就是為了拍戲 然後早上就是大概四點或甚至三點多 我就要起床又要搶日氣日光 是 然後我就冬天很冷 然後我就很痛苦 然後想說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然後我就在床上唱我的未來不是夢 然後我就起床了 那我覺得就是自己可以找到一些東西 讓自己開心 然後可以鼓勵自己 所以你覺得這一輩子有音樂相伴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知心朋友 很多事情可能朋友沒有辦法在身邊 或者是有些心情 沒有辦法紓解 朋友也沒辦法去能夠理解的時候 音樂會是你最好的工作 是 就對我來說 而且對我來說唱歌就是像說話囉 對啊 我不會執著在技巧啊什麼的 我就是我比較執著在 它是不是真的有傳達我心裡的感覺 是是是 這張專輯還有什麼樣子一些訊息 想要和全球的觀眾朋友分享的 這張專輯裡面傳達了很多 我這幾年的經歷囉 然後一些勇敢 一些正面的力量 那很久沒有跟大家見面了 那也很久沒有跟大家好好說說話 是 所以就藉著這個機會 希望大家可以再重新認識唱歌的盧嘉欣 是是是 用以這個音樂的這個世界來接近 嘉欣的內心世界 然後看到不一樣的你 是 非常謝謝嘉欣 也祝福你喔 非常恭喜你發行專輯 好的 希望你一路都能夠相當的好 非常謝謝你 謝謝謝謝 謝謝 百分之一的時間 像什麼 想著你的不安和自由 卻不在乎分分秒秒 卻不在乎分分秒秒真實生活 其實只有我陪你度過 一邊等全世界都被盼過 你知道哪裡不對卻說不出口 沒有力氣再問你 你會學問我 好像都是我的錯 我不應該想太多 反覆的夢 黑色天空 黑色天空 在你懷著我 誰的臉頭 你卻都聽不見我的心疼 我反覆的夢 黑色天空 你的浪漫衝動都不再屬於我 我為你陪著我 你陪著我 其實卻不斷換作 你只留給我 黑色地空 其實只要我陪你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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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只要我陪你渡過